哈囉大家好 有來對獎囉 來打開看這次要對的是什麼呢 這次要對的是大樂透 還蠻多的耶 有大樂透 這怎麼那麼多 這應該是樂透大雜彩 有大樂透 還有雙銀彩 還有威力彩 這個我想起來了啦 威力彩這個最後一期 所以發哥就跑去買了 因為他這個如果頭獎沒中 好像獎金會流到二獎去 所以就等於是有多了一些中獎機會 所以發哥就買了比較多一點的威力彩 威力彩就買了一二三四 買了四柱 這個112年12月28號的 就是這一屆的最後一柱的威力彩 最後一期的威力彩啦 如果印象中新聞有爆 如果沒中獎的話 會流到二期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頭獎沒中 這個就是中獎了 來 那這邊就是大樂透跟雙銀彩 好直接來對獎了啦 來來來 加油加油加油 放大放大 這種不同的 直接也是一樣好了 那種方法最簡單的 來 來對獎小幫手 然後把它開到最大聲 開始對獎 先來對什麼咧 先來對大樂透好了 大樂透 哇 大樂透沒中獎 可惜不是你 可惜啊 來 雙銀彩 雙銀彩 雙銀彩沒中獎 雙銀彩真的要中獎真的不容易 來 威力彩 威力威力威力 最期待就是威力 中獎 中大獎 恭喜中獎 100元 不錯啦 好得開始 一共有4柱的威力 至少第一柱就中了100塊也不錯 好 第二柱 再接再厲 再接再厲 哇 第二柱沒中 第三柱 威力 第三柱威力 還是沒中 這真是的 第四柱威力加油加油加油 中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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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威力中獎 哇 這樣子 哇這樣龜大的 其實都想要 每次都是看到一些新聞 就跑去多買 不然我發哥威力彩也不會買那麼多 所以呢 這次 發哥 一共威力彩就買了4柱 這樣就花了400塊嘛 然後這邊 大家的頭跟蒜英彩各買一柱 就是 這邊各50 所以就是100塊 然後這樣加起來就是500塊 然後中了這100塊 所以這次發哥呢 一共花了新台幣500元啊 買這些彩券 然後中了這張威力彩 100塊 所以就做了400塊的工藝囉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觀賞 再見囉 掰掰 1 2 2 2 3 5 3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